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摆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是 为何西方很少有常年卧床的老人 中国却很常见 三个原因很现实 如果家人并未决定不插管 你会满足他的愿望吗 琼瑶曾经在丈夫平心涛病重昏迷需要插管的时候 他想放弃插管 但是,技职却不同意 为此,琼瑶在网络上发起了一项调查 假设自己失去了治理能力 只能卧床靠鼻胃管来维生 自己愿不愿意插鼻胃管 发起调查的一个小时内 90%以上的网友选择了不愿意 不少的网友认为 生命的最后应该有尊严的离去 不要长时间的苟延残喘 其实这种想法与做法在国外也是很常见 只是中国还有很大的争议 一,两位高龄老人截然相反的晚年 Facebook上有一位的老奶奶 在过完了90岁生日时 确诊了子宫癌晚期 在离坏癌症之后 这位叫做Noma的老奶奶既没有选择做手术 也没有选择临终关怀 她不愿意卧病在床 在取得家人的同意下 和心暖的狗狗一起去环游美国 在生命的最后 她游历了美国32个州 在14个月的旅程里 尝遍了各州的美食 看遍了各州美景 度过生命中美好的最后阶段 1999年 95岁的巴金重病入院 在医院里住了6年 身患帕金森 慢性肢气管炎 骨质疏松 肾衰竭 腹腔肩脾 细胞瘤等的多种疾病 只能一直卧床休养 面对这样残弱的躯体 已经没有尊严的生活 巴金很多次想结束生命 但是这种选择的权力 她早已不能掌握 家属和领导都想用尽权力的 让她继续的活下去 她就这样在病床上 煎熬了6年才解脱 两位老人的晚年 坚相反 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了中外两方老人 晚年的处境差异 似乎欧美的老人生活的 都很潇洒 而中国却有很多 卧病在床的老人 二 为什么中国卧床的老人常见 西方却少见 首先大家要认识到 什么是失能老人 失能老人是指 吃饭 穿衣 上下床 上厕所 室内走动 洗澡等 六项的个人生活能力指标里 有几项无法独立做到的老人 其中的一到两项 做不到是轻度失能 三到四项是中度失能 五到六项是中度失能 而我国2016年发布的第四次的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全国失能半失能老人大概是4063万人 这4063万人也成为了庞大的老年人口中最让人揪心的一部分 大部分失能老人的晚年生活困难重重 生活质量不高 家庭也不堪重压 相比起西方 为什么中国卧床的老人更加的常见呢 一 中国人口基数大 人均寿命延长 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中国60岁以及以上的人口有2.6亿人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 老年人口规模十分的庞大 而且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在持续的提高 80岁以及以上人口高达3580万人 据医师报的报道 我国老年人口约76.5%一体多病 80岁以上共病率 共病是指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慢性病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身上 更是高达80% 年龄越大疾病就会越多 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李胜果医生也表示 随着岁数的增加 免疫功能逐渐的衰老 老年人患病的风险也逐渐的增大 2.中西观念不同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导致了两边的群众在晚年带病生存上的态度的差异 欧美人普遍认为不需要通过服药、手术等的手段为高龄者续命 欧美高龄患者在进入意识不明的状态前就已经寿终正寝了 而中国人的观念却正好相反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欧阳毅医生表示 很多老人的家人都认为即使最后人才两空也应该尽力的治疗 这才是儿女尽孝的表现 3.卧床养病对美国人来说很奢侈 美国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 对于美国人而言 变老是一场无法承受的危机 美国许多的老人晚年都没有积蓄 仅靠社保收入来维持生计 而社保每年提供的平均退休金为18516美元 相比起每年9.3万美元以上养老院私家病房的费用 以及5万美元的雇佣船子家庭健康助理年费用 这点退休金无疑是杯水车薪 美国的大部分老人都无法承担起卧床休养的费用 只能选择寿终正寝 3.老了不拖累子女如何活得更有尊严 变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过程 但是我们选择让自己老的有尊严 做到以下几件事情 能够降低老年人失能发生率 提高老年生活质量 第一就是要饮食均衡 注意营养 合理善食 接受专业的营养指导 有助于改善老年人营养状况 增强体质 第二就是要多运动 增强骨骼 老年人容易发生骨质疏松 增加护卫的活动 是有助于增强老年人的平衡力和耐力 还要增强防跌意识 降低跌倒风险 第三就是接种疫苗 定期去接种肺炎求菌疫苗和带状的炮疹疫苗 第四就是要定期的体检 合理用药 定期做体检 及时的管理血压 血糖 血脂 保障身体的健康 第五就要避免绝对的禁养 多外出走动 多做力所能及的运动 避免长期的禁养导致的费用综合征 第六就是要关注心理健康 勤社交 多关注心理的健康 保持社交 积极的调节情绪 生老病史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人生过程 但在生命的最后 老人无论是选择治疗还是放弃治疗都值得尊重 家人能够做到的就是陪伴他们愉快地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 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